以西结书 第39章 人子啊 你要向哥格发预言攻击他 说主耶和华如此说 罗斯米色 土巴的王哥格啊 我与你为敌 我必调转你 领你前往 使你从北方的急处上来 带你到以色列的山上 我必从你左手打落你的弓 从你右手打掉你的剑 你和你的军队 并同着你的列国人 都必倒在以色列的山上 我必将你给各类的鸟鸟 和田野的走兽做食物 你必倒在田野 因为我曾说过 这是主耶和华说的 我要降火在马格和海岛 安然居住的人身上 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 我要在我名以色列中 显出我的圣名 也不容我的圣名再被亵渎 列国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 以色列中的圣者 主耶和华说 这日事情临近 也必成就 乃是我所说的日子 祝以色列诚意的人 必出去捡器件 就是大小盾牌 弓箭 挺杖 枪矛 都当财火 直烧七年 甚至他们不必从田野捡财 也不必从树林发木 因为他们要用器械烧火 并且抢夺 那抢夺他们的人 掳掠那掳掠他们的人 这是主耶和华说的 当那日我必将以色列地的谷 就是海东人所经过的谷 试给哥格为坟地 此经过的人到此停步 在那里 人必葬埋哥格和他的群众 就称那地为哈门哥格谷 以色列家的人 必用七个月葬埋他们 为要竭尽全地 全地的居民都必葬埋他们 当我得荣耀的日子 这事必叫他们得名声 这是主耶和华说的 他们必分派人 时常巡查遍地 与过路的人 一同葬埋那 身在地面上的尸首 好捷径全地 过了七个月 他们还要巡查 巡查遍地的人 要经过全地 见有人的海骨 就在旁边立一标记 等葬埋的人来 将海骨葬在哈门哥格谷 他们必这样捷径那地 并有一臣 名叫哈摩纳 人子啊 主耶和华如此说 你要对各类的飞鸟 和田野的走寿说 你们聚集来吧 要从四方聚到 我为你们献祭之地 就是在以色列山上 献大祭之地 好叫你们吃肉喝血 你们必吃永世的肉 喝地上首领的血 就如吃公棉羊 羊羔 公山羊 公牛 都是八三的肥处 你们吃我为你们所献的祭 必吃饱了汁油 喝醉了血 你们必在我席上 保持马匹和坐车的人 并永世和一切的战事 这是主耶和华说的 我必显我的荣耀在列国中 万民就必看见我所行的审判 与我在他们身上所加的手 这样从那日以后 以色列加 必知道我是耶和华 他们的神 列国人也必知道 以色列加被掳掠 是因他们的罪孽 他们得罪我 我就掩面不顾 将他们交在敌人手中 他们便都倒在刀下 我是照他们的污秽 和罪过待他们 并且 我也面不顾他们 主耶和华如此说 我要使雅各被掳的人归回 要怜悯以色列全家 又为我的圣民发热心 他们在本地安然居住 无人惊吓 使我将他们从万民中领回 从仇敌之地照来 我在许多国的民眼前 在他们身上显为圣的时候 他们要担当自己的羞辱 和干犯我的一切罪 因我使他们被掳到外邦人中 后又聚集 他们归回本地 他们就知道 我是耶和华 他们的神 我并不再留他们一人在外邦 我也不再掩面不顾他们 因我已将我的灵 浇灌以色列家 这是主耶和华说的 在这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